恐怖电影立刻拍 Deadless Steel全新预告推出 揭露七位网友如何遇上诅咒相机的故事 当他们发现拍完照就会死于非命 每个人都吓呆了 甚至想要摧毁相机 预告片段出现的惨死模样 让不少网友吓坏 立刻拍剧照立刻拍 描述七位网友相约出门录影网剧 却在架势途中撞到一头一路 受困在神秘的废弃小木屋中 无意发现一台古董派利德的他们 本来想有下难得出游纪念照 没想到却牵手拍下了自己的遗照 引爆一连串的血腥灾难 由俄罗斯鬼才导演安东尼奇可贵奇 指导的恐怖电影立刻拍 以年轻人爱拍照被电影港 运用知道会得磨死 反而会死得更胆战心惊 而受害心理 透过镜头将受害角色的高度焦虑 与恐惧完整传达给观众 彻底完除恐怖电影新高度 俄罗斯网友表示 立刻拍《堂如下机版》的 绝命中结战 剧情紧透低人 甚至有二刷的观众透露 自从主角拿到相机后 好像平均七分钟就有一人死掉 对此 安东尼奇克为奇 这是一个巧合 我们在编剧上没有特别要求死亡时间的节奏 反而比较在意怎么死才有创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